所以你剛剛講 很多人考警察特考是為了糊口 可是我也相信裡面有很多人 是對警察這個工作是有熱情的 對不對 那如何讓這有熱情的人可以發揮 對不對 那你說 其實你知道他的工作 我覺得真的是很辛苦 有一個22歲的消防員 經過三重三河路口 有人咬受傷 漏鳥在路邊淋雨 也好心情呼吸 說給我咬 你知道就咬他一口 他就說我的意思說這種過程裡面 如果沒有老鳥這樣子跟著帶你 一些經驗的傳承 你真的是白白要不曉得犧牲 其實我們不要講特考班 一般警專畢業 甚至警大畢業學生都一樣 我覺得那個就是說 大概前兩年幾乎都是學習期 你要等到成熟大概都要兩年以後 你才會真的有辦法去 單獨負擔一些事情 那我再講一個更簡單的例子 所謂這傳承的重要 像一般警方去抓毒品 以前我也很好奇 有一個老刑警員跟我說 如果說今天屋子有 有三個毒販 然後他們有四個人去抓 四個人去抓 那有三個人各控制一個人 那另外一個人幹嘛 跑廁所 我說跑廁所幹嘛 你們都想 對啊 你們都想不清楚為什麼要跑廁所 因為通常 毒販最喜歡 一看到有人衝進來 第一個動作 就是把所有毒品 丟到馬桶裡衝走 所以他一進去之後 一定要一個人先去擋廁所 然後或是廚房洗手台 都有可能 那當然如果人還更多的話 那幹嘛 躲樓下窗戶邊 所有的窗戶邊 都要看清楚 因為他們也會把東西 往樓上丟 丟出去之後 OK 我被你抓到 我什麼東西都不是我的 所以後面其實他們 都有這種經驗傳承在 那年輕的也會去接受這個 後面慢慢變成說 他們有一個模式在 那如果說今天沒有傳承 那好啦 我跟惠仁跟友誌三個人衝進去 也許人抓到 哇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對啊 你只聽到廁所衝水聲 其實現在的傳承 就是差字差在說 他們現在協力都很高 都自視很高 你現在 順座 現在順座 一顆四顆的一顆 四顆的順座 都國務長比起來而已 老的你在跟我說什麼 他聽不懂 他不知道說 老學長在跟他們 講一些東西的時候 有時候是一種經驗的傳承 再教導他們 他們不鳥 他們不會去學 也不會去問 菜鳥還不鳥人家 有時候 你看到他們在寫筆錄 你真的會吐血 我不會騙你的 真的 有時候看到他們寫筆錄 真的是 沒有啦 譬如說什麼 聽不懂 我講一下 我問鄭大哥 有時候我說 警察的那個前途 譬如說 我現在就收蚵子 我收十五萬 客人破十五年 那台中的 有人想兩千一百四十萬 無罪 你是要從政還是要做警察 警察收十五萬判十五年 議長收兩千一百四十萬 要判兩千一百四十萬 對啊 一萬一年 你看 我們其他的不論 真的在台灣的媒體 討論這案子有多少人 九 多少人 你那天你也是談一段而已 我有監控 那你談一段而已 而且標題也沒名字 擔擔 擔擔 擔擔在台語 你聽到嗎 擔擔 其他台不談 這是吳院長說的 擔擔 其他台不太談 然後台中的 只有到膽章 還沒有心涵 台中的同業 台中同業不太寫 誰敢寫 然後那一家888還在不在 還在 還在是嗎 你也好了 沒辦法繼續開 他有牌照啊 對啊他當然要在 不是在說什麼都聽不懂 你聽不懂 你這個 我這是 我 這個真的是 他說一個月要負40萬 100萬 沒有 100萬是議長 40萬是檢控 是警察的部分 對 台中的 這判決 你會等待不要拿出來 我 沒有 沒有 他這個不超過一點 我找一個 不是 我覺得 我們也沒幫警察 把他身邊的誘因 全部都排除掉 都實在 疾情 拔掉 有什麼在台灣到現在還是一個犯罪 全世界都是 全世界都已經把它變成 像蒼稷 我家在有多少 剛才有多少 剛才又有免結完都去 這個 所以 我說 這部分 其實電動員 獨不得我們台北市比較看不到 其實國關市 獨得台北市也都有 都差不多 他說借錢 譚大哥 譬如說我跟你借錢 譬如說我真的這麼欠問 給你借200萬 我會不會跟張哥講說 我10月跟你借100萬 11月再跟你借100萬 會不會有人這樣借嗎 暗月借 暗月借100萬 沒有跟你銀行一樣 這不是台中而已 也對啊 所以我說 我說 所以我都講說 台中地院的法官敢這樣判 我很佩服 你泡沒水我就沒說 我現在就像小台公 期待二神 希望 我們只是用盼望的眼光 對 對